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都还算小开关啊 所以一定是大开关把它找出来 那依我的经验 咳嗽上背部一定有痛点 如果没有找出来 就是你们没有按对 也就是你们压痛点没有找出来 好 那既然没有找出来 我刚刚也找 那其实这两侧都 好 这样就可以 对吧 对 对喔 我再按一下 那我刚开始按 我只是这样找 我就已经找出来 对吧 你们刚刚有看 这种力量很轻 不会很痛 那它已经有感受了 对不对 这里也痛 对不对 所以很明显 它根本不用找到那个 就在骨旁就可以找得到 那接下来这里就没有痛点了 对不对 那这一边应该也是 对不对 这里也痛 所以很明显啊 它有痛点了 所以 照正常的手腕应该就要可以按得出来 好 这一边也是痛 好 这一边也痛 是吗 对 这一边 那就是这两点 对 这里也是这两点 对 所以 你说它晚上半夜都会咳是 就是一点睡觉 那四点就会咳起来 每次到晚上四点 四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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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 有 差不多一整年了 快一整年了 那这里你们的体伤都没有解除 所以 有症状 一定有体伤 体伤一定要再大开关长 所以 这里你们没有如果没有揉开的话 它不会好 光靠温敷 因为它有时候在深层 你靠温敷有时候也清晴 所以这个还是要揉开 所以 这也是牵扯基本功 这个 这个一定要放松 沉下来 工具带下来 那这样轻轻的 没有压破 才能揉进去 所以你看得出来 应该我也没有什么用力 那这样就可以揉出来 这一边也是一样 它的重点 这个很明确啊 所以 很多人没有帮你按出来是吗 是有痛没有 没有那么激烈 没有像我这么激烈 对啊 有什么痛 就稍微痛痛的 稍微痛痛的而已 我为什么会那么激烈 你感觉我这样就为什么那么激烈 是我按到很深层 确定 是因为我按深层你才更痛 有激烈感 所以等于没有人帮你按到那么深层 这一年来 是吧 没有啊 这两个礼拜 这一两个礼拜 哦 那 这个你确实要加强 好 那我按给你看 这里 这里应该都很痛 嗯 嗯 嗯 你这样先跟我这样看 不行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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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應該看起來蠻嚴重的 你現在深呼吸看看 現在有沒有比較舒服一點 你起來看看 可以了 你看這樣按比較深層的感覺 呼吸看 笑比較緊 眼睛比較緊 眼睛比較亮 這個好到眼睛來 開玩笑 你咳嗽胸會不會悶 還有有時候 這裡會對 這裡會對 那跟我找的一樣 你看這裡 我對過來這裡 所以也不合 不要按前面 所以像這種不舒服 有時候偶爾要對一下 對 其實他的問題就是深層這裡沒有解症 這裡只要解症 他這個問題都可以解決 所以你這裡的問題是這裡引起的 包括你半夜我就是清晨四五點 是吧 那咳嗽其實也是這裡體傷沒有解決 其實他怕的是蠻理的 其實你可以深也可以淺 淺就不會 我力量也是一樣 我這樣他怎麼會 但是我這樣 我再沉下來他就會 這樣的力量他就受不了 那所以力量不在於這裡 這裡我都沒有用力 我身跟淺都不在力量不在這裡 不是在這裡的動作 我譬如說我這一手扶著把身體頂起來 那這樣就很淺了 那我很淺我就這樣 這樣等於就是舒緩 那這樣就沒有什麼問題 我這一邊也是 這樣是不是蠻舒服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看你怎麼樣來解釋 那你要解症的話 就不是這樣 譬如說如果要解症 那就是怎麼樣 就剛才那樣 對我這樣 我去潛下來把攻擊帶下來 但我的手依然是都沒有出力 我只是這樣 但這樣他就會開始感覺了 對不對 有壓力了 好那我不要 我只是舒緩我就起來 有沒有 對我的腳跟 把身體挺起來 有沒有 好這樣就不會了 對不對 對 這樣很舒服對不對 對 所以你們在看我深淺 其實不是用手的力量 因為我手這裡都沒有變 其實要看 是要看我這裡的變化 這樣 我這樣就可以深了 那這樣也沒有壓迫感 所以深淺不是用手的力量 手絕對不能出力 你手的出力即便滿力也揉不進去 因為你太硬了 他會跟你對怕 所以你揉的是表層 他也不能解症 所以他有技巧 如果要進去要揉到深層 就是要用身體來掌控那個工具 最深的按法 你可以甚至用弓箭布 譬如說 這裡 你也可以這樣按 或是這樣按都可以 尤其這樣弓箭布 那個可以按到很深 但我認為他還沒必要 就是一般的這樣姿勢就可以按出來 好 你來試試看 我看看 這樣可以喔 這樣就是舒緩 這個叫做舒緩 因為你身體沒有沉下去就是舒緩 他手永遠不變 手都是這麼輕柔 所以我的身不是靠手的力量 手的力量絕對揉不進去 而且會傷大患者 深層 好 那你深層看看 來 手不能用力喔 都是只有身體來 沉下去 甚至這一手也沉下去 整個身體 沉下去 把空氣帶下去 有沒有比較深啊 有喔 有喔 這個我常常講很多人搞不清楚 輕跟重由淺入深 由輕而重 輕以為是用力輕一點 重以為是用力重一點 完全誤會我的意思 是身體在掌控 然後這樣的力量 你看手很柔 他即便揉到深層也不會傷害到他 欸 你不錯啊 一講就懂我意思 你的腳喔 再不要張那麼開 再靠攏一點 對 再寬一點點 因為你身高 好 就這樣 這樣你更容易揉深跟淺 更能為層次分明 現在不要蹲 因為他剛剛被我揉痛 你先用淺層的 欸 這樣按 等一下你幫他按一按 然後我叫你伸你再伸 我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學起來 弧度大一點 因為你手是放鬆的 所以就不會在乎他那個跳 你就不要管他跳不跳 因為每個人的筋不一樣 有些人會跳 有些人不會跳 啊一到跳你就跟手跟著他跳 這樣就對了 喔 對對對 那手跟手不跳 欸 這個跳不跳不管他 這個 這個就這樣 等一下我再告訴你 你只要手放鬆 就不會有事 記得我講 很多人就是硬梆梆 這跳就跳不過了 然後看起來就不流暢 你還算流暢 這個沒關係 好 那這樣慢慢伸成 腳不要動 以後習慣 是下盤就不動 好 那伸下来慢慢捡一下 脚要微蹲 是脚微蹲 好 脚往两侧 这样就沉下去了 有没有 把公斤带下去 有没有 有 幅度如果能够再大一点更好 因为你手是松的 幅度可以来回大一点 对 不求快来回幅度大一点 就能拨到精度 哇 你学得好 看得出来 说好 对 你以前不懂得沉 对不对 没有沉下去 没有沉下去 所以你是在表层 他需要的就是表层 慢慢揉进去到深层 你看 应该这样会很舒服才对 是喔 我告诉你 你那里的痛就是这里面前 那这个要有浅度深慢慢帮你 走进去 那再温服热源再进去 那这个再就解决了 其他的部位喔 按法 原理都是一样 一定是身体来掌控工具 如果不懂用身体 你只是用蛮力的那个都不行的 也就是像你这种深层的 装柄就按不出来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个影片喔 可以来说明我们就是在教手法的时候 我们常常说知识很重要 然后要由浅入深 很多人 很多人浅跟深都是用手的力量在做 来掌控 那是不对的 那一定要用身体来配合 然后把工具带下去 然后真正身体 其实上半身是比较不动的 真正身体是来自于下盘 也就是双腿 你要按到深层 那个腿一定要蹲下去 然后蹲下去 上半身其实是不大动的 上半身还有手都是不动固定 然后你下盘围蹲之后 就可以把身体带下来 然后身体也年代的 把我们整个手的工具也带下来 这样的力量就能够达到 我说的由浅入深 那这样到深层也不会有压迫感 又能解症 这个临床上蛮重要 这也是我们书上讲的 有些人就是不懂 然后按推 他好像一直按 然后患者也很痛 但他就是不能解症 就是不懂得要用身体来调控 他不能用蛮力 你患者一痛 你又用蛮力 那两者互相对抗 你累 患者也累 然后你也容易受伤 那患者的症也不一定能解除 所以这个很重要 然后这个患者的家属 孩子 他的孩子 学的特别快 悟性特别高 你看刚刚他那个姿势 比我们很多志工都还要好 然后告诉他怎么由浅入深 一下子点 他就马上能懂我的意思 这样我是很难见到 所以有时候志工在学 学了老饭丁 我跟他这样讲 他们也未必能领悟到 但这一个患者的孩子 确实是不错 他我一讲完他就懂得 怎么来由浅入深 然后来帮他父亲解证 那大家也看到了 一个咳嗽 咳一年 一定是体伤没有解决 那他们之前 有时候大开关也不是特别重视 反而去在肩胛骨内测炎 找痛点 那即便大开关有找到 那个力量都是表层 因为他们也不懂得要由浅入深 所以也没办法帮他真正解证 所以这个在临床上很多失败 大家以为都是可能热源用不对 我发现常常不是热源 现在大家热源好像都比较会用 比如红豆袋 温敷甚至涂姜粉泥 也会用 但是症状就是好不了 理由很简单 就是他的按推手法出了问题 所以这个患者指的大家 在学手法的时候 仔细去揣摩一下 那如果以后遇到症不能解除 症的不适感多数他处体伤 不能解症 一定要再看看我的影片 到底你的手法有没有出问题 这个很重要 好 那我这个就补充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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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